我剛才說是隱蔽居住的女生 大家不知道我以前是不用練的 跟美容、健康、瘦身 完全沒有關係 但很開心的就是在云彎裏 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在很多不同的課堂和訓練裏 我是最喜歡的 在那一段熱神 其實我很多人都會很喜歡 或者你會覺得我一說spa workshop 無論是病或是治療水都好 上台上都會微非認識我 即是說得很精彩 還有很開心 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她說這些 是因為spa機在我自己的new scene的事件上 其實發揮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故事 當中這部spa機可以幫人們 撕起眉 瘦了一半B變 當時我就是覺得我跟別人試了一部機 我不會在於她買還是不買 就算她不買也好 我只在對著她的樣子撕起了一半 然後瘦了一半 我只在對著她的樣子 我只在對著她的樣子 真的無所謂 很開心 亦都可以幫到很多人受傷 但在15年的事件裏 一定會有很多氣跌 被拒絕 或者有很多難言難語的機會 我自己當中有兩個故事 令我自己很深刻 而且是保持著這種熱心 令我自己在這個事件上 繼續繼續向前走 大概5、6年前 可能是很少的事情 但很影響我自己 其中有一個下線 她是身身的 她說她有一個教會的朋友的奶奶 有一個老人家 做完疑狀手術之後 就完全不能動 她就是訓練醫院 超過幾個月的時間 這樣視乎 即是做完手術 還要完全不能動 因為你不能自由動 這樣視乎 她就說她的腳都腫了 水腫 接著她有什麼可以幫到她 我跟她說 我有一些百分百雙碎的公司 百分百雙碎的產品 百分百雙碎的團隊教我的東西 對不對 我說不用擔心 一步幫一些spa 就可以幫她 她很開心地 搭火車 小巴 然後去那個老人家 想拿一部spa機 去幫她做老人家 去到那個老人家的時候 其實是令到我自己很震驚的 在我人生裏面 我從未試過 看到一隻腳是這麼大隻的 這個老人家的腳 是真的長得這麼大隻的 我當時就拿著那個iPad 老師教的 事前和事後上很重要的 其實我都是跟系統的 我就跟她拍了一張照片 接著我就一直幫她做這一部spa 做一邊腳 接著一直做的時候 這個老人家就跟我說 開始說她們的人生故事 那說人生故事 然後我就跟她說 我有幾個女兒的 我有做義工的 我經常都是這樣聊天 這是我最厲害的 聽到她說 她又說很多她的故事 不過她說 我那個媳婦都對我好 我看到什麼 婆婆很少說 我媳婦對她好 這樣 一直跟她聊天 其他她們都會不斷地說 多謝你呀寶小姐 多謝你呀寶小姐 然後聽的時候 我覺得 好呀婆婆 多謝你寶小姐 好呀婆婆 多謝你寶小姐 當她說到第十二次 第十五次 第二十次的時候 在十五分鐘的時間裏面 我開始有感覺 我這一下感覺 我就跟她說 婆婆 不是你多謝我 是我很多謝你 我很多謝你 給你一個機會 我幫你去做舒緩的一隻腳 這個舒緩 比起我帶我女兒去唱歌 做義工 是有意而得更加多盤 那這個時候 其實她的兒子都在 然後她就完全不能動 然後做完了 我就用一個iPad拍照給她 是iPad的 很大 以前的大 她說 婆婆你見不見到 你的腳已經是一樣 你的腳已經小了一半 然後她跟我說 寶小姐 婆婆看不到 看不到東西 我說很大 她看不到 那你想怎樣 你試一下會不會好像鬆 她說 我想試一下穿鞋 然後我說穿鞋 然後她說 我好 就拿一雙鞋給她穿 她穿 她是一隻糧鞋 然後有幾個白帶 即是啡色的糧鞋 她那隻腳 是完全穿不到那隻鞋 跟她做了 就剛剛好穿上 慢慢緊 幫她扣到 這一刻 她的眼睛就流露了 她說 我已經好 我沒有試過穿鞋了 然後她就說 我想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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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的兒子 就很辛苦地 幫她 又躺下 然後就坐在那裡 然後就慢慢 落到她的輪椅 然後她的左腳 是不能動的 我當時是有拍影片 但是她的右腳 是一直這樣挖 一直這樣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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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挖 我是完全不能夠忘記的 這一刻 姑娘就走過來 她說 婆婆 是不是在這裏吃飯 然後她就說 在這裏吃 不是啊 寶小姐 你幫我做這隻腳 我現在可以走的了 我當然是出去吃飯 那她一路出去吃飯的時候 那些老人家就說 你怎麼走出來 是啊 寶小姐幫我做這隻腳 我現在可以走的了 那時候 我已經跟婆婆道別 一直跟她道別的時候 然後她們很圓很英的 跟我說 拜拜啊 寶小姐 多謝你啊 寶小姐 那這個感覺 到我現在 也是很深刻 很深刻地記住 當我遇到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只記得一句說話 多謝你啊 寶小姐 然後我自己心裏就是 多謝你啊 婆婆 那樣 是一個深刻的 答案 然後我隨便